你在哪儿呢 你不是说好来见的吗 又跟朋友去看球 你都跟人说好了 晚上有 喂 喂 我 死人 又放人鸽子 喂 圆圆 咋这么晚了 你还不去吃饭呢 你在这儿唉声叹气的咋啦 我太烂 不提友之后也提把纸货 本来今晚约了去吃饭看戏直落的 一个电话打过来呢 我今晚要加班了 不过了 一声 男朋友放你鸽子了是吧 你还算好的呢 至少你男朋友是为了工作 你看看我老公 昨天就知道逛 他要放你飞机啊 说好了今天晚上陪我吃饭逛街的 现在好了 逛一个电话打过来 说今天晚上有啥 世纪之战 又死到酒吧看球去了 你拿来 我们还同事天爱轮廊 你 反正你也被人所约了 老公也放了鸽子了 要不咱俩一块吃饭 请你吃烧烤 我约了冰冰了 刚刚被人放了鸽子 就能约到人啊 那你也有所不知了 正所谓呢 男人对你好呢 是一时的 子伯对你好呢 才是一世的 他一听说我又被放飞机 就立即撲出来陪我了 那些飞都卖了 那当然不要浪费的了 我请他看电影呢 他请我吃饭 那跟着安排我下半场 男朋友我不好啊 要不这网上都说呢 闺蜜才是真爱呀 那当然啦 你要知道 女人最漂亮最黄金的时期 只有十年八年 那逐渐老的时候呢 你男人对你的康复 是材着你的顏值 成正比例的递减的 姐妹就不同了 她又不会嫌你老 又不会嫌你丑 永远都对你这么好 丑姐 我也是劝你呢 趁早找回好规律陪你 不然你赶钱出去 蛇敢无味飞陶下去 你很闷的 想想吧 老公 老公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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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羊 快来 干嘛 干嘛 你看 上下酒那边现在有优惠黄金周活动 你喜欢的那个咖啡机 还有爱想买的面包机现在都逃护着 要不下午早点关门 把你两台机都买回来 什么啊 什么啊 你说什么啊 你真是作死你啊 这么大胆 早点关门 去买东西 喂 不用做生意啊 一出一入很多钱的 但是你看 今天最后一天了 要是不去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 不行 我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发议师 我很专业的 你这么没有职业道德的东西 我绝对不做的 难受 喂喂 告诉你 我不去 你也不让他去 还有啊 你不要让我发现你蛇黄吞扑 去购买 一个门 甘贵一个家用 没关 喂 友吟 啥事 买了咖啡机 啥咖啡机 俺老公让你给他买的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是不是在上下酒那儿买的 哦哦哦 哦 行行行 那也知道了 谢谢啊 谁谁吹 哎呀 作死你吗 这么大声叫我吓死人啊 你刚才跟我咋说的 杀上班时间不允许购物逛街 那你还找人给你买咖啡机 没错啊 但我现在是没有早退 没有迟到 没有矿工啊 惨得我兄弟多 人缘好 帮我买 你吹吗 吴抬得 吴抬得呢 明白啊你那些什么朋友啊 闺蜜啊 帮你买咖啡 你是看不起啊 觉得眼眉闺蜜是吧 你别瞧不起人 阿姨一样大把姐妹帮着我呢 可是 飞飞姐啊 你下班的时候 是不是经过上下酒那边啊 俺想让你帮俺带一台面包机 你要带只子去游泳啊 没事没事 俺是说你顺路的时候就帮俺买 你要不顺路就算了 俺再找别人 行行行 那先挂了哈 哎呀 真可憐啦 有人想着去非洲看班马 谁知道班级都帮不了马 喂 看来你的朋友呢 又真是平时姐妹前姐妹后 有事的时候就不能求 我想呢 龟物这个词的龟字 应该解释作为 宿头乎龟国龟 车火 车火 优美 做头发呀 不是 你看 我给你送面包机来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台 还真是啊 你咋知道俺要买面包机的 昨天呀 我正好在上下酒逛街 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几张图片 然后被黄飞看到了 她说你想买这个面包机 让我帮她买呗 这样啊 对啊 那太谢谢你们了 才两百多 特别划算吧 黄飞姐也真是的 你说都没空就算了 怎么好麻烦你还买了给俺送过来 太不好意思了 没事 她说呀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反正我也是在那儿瞎逛呦呗 就给她买了 谁让我们是闺蜜呢对吧 这点没错算什么 闺蜜 你是说 我俩是闺蜜 我说的是 我和 喜剑吹 你听见了吧 现在还说俺没闺蜜 人家永美亲口说了 俺就是她的闺蜜 你不敢买面包机 现在闺蜜给俺买回来了 还说俺的姐妹都不靠谱 俺看俺的姐妹呀 个个都比你靠谱 优美 你说是吧 是是是 都是好朋友嘛对吧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好 走了 再来啊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来来来来 喝茶了喝茶了 谢谢谢谢大嫂 阿祖 先喝点茶别忙 弄好 阿蓝 来啦 回来了 你不是出差吗 说还要很久才回来呀 我事情办得很顺利 就早点回来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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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爹干嘛呢 他们一早就出了门口了 那去喝吧 哈哈 他们都出门了 多多呢 多多吃得了呀 放心 放心 阿翠红一听见多多没人抽 立刻申请自己收铺一天了 抽个多多去玩 真的呀 你真好 一边多多了 回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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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看这家伙 这小家伙 妈妈来了 我们都不要了你 嘿嘿 宝贝啊 你终于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告诉妈妈 嗯 是不是今天带你上动物园去了 我还没有看到灰太郎呀 我还看到灰太郎呢 哇 好棒啊 今天带他去逛了逛动物园 出来的时候一看时间还早 阿妹又跑到那个广州塔 到塔上去玩了一圈 后来他说饿了 阿妹就在那个选招餐厅吃了一顿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没听错啊 妈妈 喂 翠红啊 广州塔那头啊 吃饭好腋腋的呗 你自己的儿子都不死得大 今天大 哇 真是大方 翠红啊 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啊 哎 你应该不是看好阿妹家多多 小皮儿 他就没办法吃吧 哈哈哈哈 嘿 你看你说啥呢 哪有这么回事啊 这不是尤美跟俺说 俺们俩是闺蜜吗 那你说这好姐妹的女儿 那不就是跟咱们自家的亲侄女儿一样吗 哎呦呦 所以尤美对俺好 俺也得对她好点 哈哈哈哈 哎 多多呢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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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叫姨妈好不好 叫姨妈 叫姨妈好不好 姨妈 姨妈 我爱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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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婆啊 麻烦你了 见不见到我踢了脚啊 过来搞个卫生 过来看杂志 你这哪是看杂志啊 俺在找灵感啊 你拿什么灵感啊你 啊 你说俺现在这个发型都这么长时间了 也是时候该换一下了 可是俺想来想去呢 也不知道该整成啥样子 来来来来来 让我看一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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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啦 最多这里偷薄点要剪短点 哎呀 刘海剪齐了 那样嘛 你找灵感啊 这些碎料来的 哎呀 要不然 剪个短发 就像海青那样的 我又不识 哪个是海青 我只识梁永奇的 我已剪短我的发 剪短了 剪短 哎呀 行了行了 烦死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整天干脆顶个锅盖头算了 谁跟你说得浪费 哎 你尤美打个电话 喂喂喂喂 我关上意见 喂 老婆啊 说实话我也是个资深发型师啊 你不信我居然信 信尤美 尤美咋啦 尤美又不是外人 尤美是俺的闺蜜 闺蜜你懂吗 哈哈 哈哈 闺蜜我知道是什么 但话实话 你和人家是不是真是闺蜜啊 无论这个 知识 冤博 各方面的谈讨 举止 各样东西 你和他都不是同一个level 人家怎么会当你闺蜜啊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 叫做闺蜜 是不分相貌 年龄 背景和地位的 人家尤美哪像你一样 庸叔 哎呀 人家只不过不停 咦咦说句 你真是当人家是真是真是 好了 那我问你啊 你和尤美看过几场电影 吃过几餐饭啊 哈 他有没有在你朋友圈点个赞啊 甚至乎 三更半夜不开心打电话啊 哎呀 我好不开心啊 有没有啊 好像还真是没有啊 就是了 港餐一样一样都没有 还说闺蜜啊 喝一口气吧 喝蜂蜜啦 谢谢 哎 翠红啊 你刚电话里说有事找我 是什么事啊 嗯 其实 也没啥事 就是找你出来闲聊一下 哈哈哈哈 哎 尤美啊 嗯 你上次说俺是你的闺蜜 是说的真心话吧 嗯 嗯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还不是俺老公整天说完 你看人家尤美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人 人家怎么会把你当闺蜜呢 嗯 所以 尤美 你就跟她老师说 你上次说俺是你的闺蜜 到底是说的真心话呢 还是随口说说而已的 不不 我当然不是随口说的了 嗯 只是 只是 只是啥呀 只是我当时说的那个闺蜜 不是你 是黄飞 嗯 嗯 那个 其实 我觉得你 你在我心里 跟黄飞是一样分量的 都是我的闺蜜 都是好朋友 真的啊 嗯 那就是说 还是你的闺蜜是吧 是是是 那你为啥出去吃饭逛街啥的 都不叫上俺呢 嗯 这个嘛 我不是怕你忙吗 那咱俩是微信好友 你咋都不给俺点赞呢 嗯 这个我我平时呀 跟朋友也就是那个 语音一下说个事 也 哦 明白了 你是说你还没学会点赞是吧 嗯 嗯 你说你一个堂堂的白领 你咋还不会点赞呢 你这样回公司 人家要笑话你的 来来来 我教你 你看啊 嗯 你记着 就按这儿 一按就发出去 这样就点赞了 知道了吧 嗯 知道了 还有啊 俺平时虽然是挺忙的 但是俺周末有时间 你要是周末有啥节目 尽管来叫俺别客气啊 好好好 你一出来过去 不能穿高跟鞋子 可不然你揉揉 哎呦 啊 你这样子脚活泼了没呢 这都很奇葩了都 哎呀 要不要想着药店 买一个创苦贴吧 走走走 先进去两度 好吧 走了 来 啊 喂 你说尴尬 那么小美呀 你看啊 啊 由美这个闺蜜 还真是挺给力的 俺刚刚发了个笑话 她立马就给俺秒赞了 嘿嘿嘿嘿 我教赞你啦 又不见你这么开心 你 你跟人家不一样 你那顶多叫手痒痒 啊 喂喂喂 说清楚啊 凭什么她怎么赞就正常 我怎么赞就叫手痕先 那你说啊 我家里你这么久了 你今天才第一次赞啊 人家是冯铁必赞 你说你跟人家能一样吗 那不就有问题了 冯铁必赞你都会说了 行街吃饭看起有点赞 啊 那无法烧有点赞 喂 你试下放我屁 看他点不点赞 一定是有问题 有什么理由秒赞才行的 像你这么说啊 纯粹是胡乱猜技 你咋就知道人家没看呢 就拿刚才那个为例子 你发个笑话 哇水蛇春那么长 你慢慢看 十几分钟 纳着看 都要几分钟了 秒赞啊什么概念啊 一发蹲 看标题啊 现在 还不是有问题 没有黑啊 好像又有点逗理啊 直头真理了 今天药还没吃呢 来 加点热水 翠鸿 翠 翠鸿 你在这儿呢 咱们俩不是约好看电影的吗 俺是跟你约好了要看电影 可是俺哪知道 你是不是又在敷衍俺呢 我什么时候敷衍过你啊 啊 就像你在给俺的朋友一串点赞一样啊 俺吃饭你点赞 俺生病你也点赞 俺转发个文章 你看都不看就秒赞 你这不是敷衍是啥呀 你就为了这点事啊 这还不够啊 这点啊 好嘞星星 我回来了 你没叫这儿说我太黑了吗 我发这个啊 去不成了 他生气了 那你吃饭没有 没吃 嗯 我给你盛碗啊 你得丑嘎啊 怎么走你得丑嘎 翠鸿说 我在他朋友圈里呢 不管好事坏事 随便乱赞一通 哎 他说那种就是不看内容 嗯 叫做什么秒赞的那种情况 是我在敷衍他 所以他生我气了喽 翠翠鸿 你懂我翠鸿啊 吵架是迟早的事 无论是做兄弟也好 做朋友也好 大家最重要的是 取美相投 那你和翠鸿呢 两个世界的 你硬站在一起的话 不吵架是假的 这个道理我懂啊 但是他对我真的是很好 他是真心把我当闺蜜的 我不想伤害他 那你就更加要讲 这个方式方法了 朋友圈都是圈来的嘛 是我们现实交際圈的一个延伸 既然是交際了 就一定要讲方法 对啊对啊 特别是像翠鸿这样的 你看他平常呢 被他老公打压惯了 难免心里会脆弱 会敏感什么的 他生怕别人嫌弃他 瞧不起他 所以你跟他相处啊 你得注意方式方法 不避免他的误会 那倒是啊 人呢 他有一方面是 骚忌的话 那方面呢 就玻璃心 我打个比喻 就是你个朋友呢 失了暖 那你就在朋友圈里面 就晒你和你男朋友 懒懒舌舌的照片 也或者 你个朋友呢 在那里加班牙 喝杯面 你就晒那些宵夜 还要有这么好吃 就晒这么好吃 哇 人家当然是拉你受恨啊 好吗 这么说呢 看来我真的是在无意中 伤害了他很多个玩意 我都很少玩这些社交软件的 所以我不懂这个规矩 那是时候呢 祖哥哥教你 朋友圈礼仪的新规范 好啊 首先呢 第一条呢 我还 James 你会有人在言 我都不信了 你呢 咱俩 你的 被打死你了 好了 是我 你 你 我 òn 我 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老婆 看什么难的笑话 看了四万这样的嘴 不是 有每个人发微信道歉 说不定她还是挺重闪的 一句sorry这么开心 看来你永远都是很爽 很天真 人家有美要不是重视 能这么在手机上晒自己的闺蜜照啊 这么重视你啊 就不要只看表面 你以为一张合照代表什么呢 代表很多东西的吗 你看看 你们那张照片 表面上它跟你很亲烈 它是站在后边 你也是站在前边 人家是四分三面 最完美的角度拍照 你呢 哇 那一面遮着半边镜头 整个盆 喂 喂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损啊 还有还有 还有这张你看看 人家拿个真皮手袋 你又拿个环保袋 一看下去 根本就不同一个级级了是吧 人家是女神 你也是女神 不过你是女神 啊 哎 如果真是当你闺蜜呢 就不用那么多参照物呢 想不到这个有美 拍张照 还藏了这么多心思 想不到几年没回广州 广州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是啊 咱们俩照个相吧 来 你干嘛呀 我是说咱们俩一块照相 算了 还是俩给你照吧 嗨 闺蜜一起上街 能不是合照吗 来 笑一个 你干嘛呀 你把脸背过去干嘛呀 来 准备 一二三 起 你低着头干嘛 你看这样照出来多怪啊 头抬起来 够了够了 你怎么了 快啊还把你当成好闺蜜好姐妹 可你呢 一出来就拉展跟你合照 无非就是俺穿的土气 你穿的洋气 你下巴肩 俺脸盘大呗 拉展给你这个红花当绿叶 优美 你这个人心机怎么那么重啊 翠红 我没有这个意思呀 我从来不你 算了算了算了你也别说了 反正要拍你自己拍好了 阿布陪着了 翠红 哇 做鬼蜜有这么多热酥的原来 你肥肥仔 来我家用完我的东西 我走先 吃了我面 你要做俺的闺蜜 阿布陪着了 3 3 2 3 4 3 5 6 6 6 7 6 T 7 9 7